鬼谷子留给我们的七条人性法则 永不过时的人生智慧一定要收藏起来 一 穷者重力 以利切入 跟没钱的人就不要谈啥理想愿景 直接告诉他能赚多少钱就行了 跟操心柴米油盐的人谈什么琴棋书画 有啥意义呢 第二 弱者重尊 以千切入 你修地位低下的人办事 你就要格外地尊重他 因为他最缺这个 理解吧 第三 强者重果 以事切入 强者不喜欢跟弱者打交道 也不喜欢啰嗦 你跟他交往不需要太谦虚 别绕圈 就是论事直奔主题就行了 他们最反感的就是形式化的废话 所以他们只跟有结果的人玩 你就直接了当点 你想要什么 你能贡献什么 直接点就是他们想的东西 第四 老者重捧 以利切入 跟年长的人打交道 一定要有礼貌 多听他们讲过去的事 多捧着他们点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 认为自己年纪大就智慧高 你嘴上要顺着他们 但是心里面有自己的主见 第五 负着重情 以柔切入 最蠢的男人就是总喜欢跟女人讲道理 女人的道理就是情绪 你让他难受了 你对都是错 你让他开心了 你错都是对 这就是女人的逻辑 女人生气时说的话别当真 都是相反的呀 她生气的时候说我们分手吧 意思就是你赶紧来跟我和好 他生气的说那我们各自冷静几天吧 意思就是说这几天你千万不能冷落我 所以你要整明白 第六 智者重修 以真切入 真正的高手都是注重每天修炼自己 反省自己提升自己的人 简称呢就是活明白了的人 在这种人面前 其实你就是透明的 你那点什么小套路啊 小技巧小算计啊 人家一眼就能看穿 所以你唯一的选择就是绝对的真实 跟高手过招 最大的套路叫真诚 第七 小人重计 以虚切入 对待智者越真越好 讲真话干真事做真人 对待小人越虚越好 说假话干假事交假心 有句话说得很好啊 用钱谈来的女人 在她身上就少花点感情 用感情谈来的女人 在她身上就多花点钱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对虚情的人 动了你的真心 你就会受伤 越是满嘴漂亮话 称兄道弟的人 你越要小心 这种人往往在钱上给你设套 所以该要钱时 你千万别含糊 该谈规则时 你千万别收了 对小人你要远离他 但别得罪他 要把这两句话背下来 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 也永远不要得罪任何人 关注我 给你智慧干货